早自行下課 校園這個角落 小朋友玩尋寶遊戲 卻發現水溝蓋內 怎麼有人還緊握拳頭 消防人員通報警消 打開水溝蓋後 發現一名男子躲在裡頭 但由於空間狹小 他卡住動彈不得 位置要到了 會告訴自己的小孩說 就是看到的時候 不要跟他講話 然後趕快去找老師這樣子 這名男子要幹嘛 躲在水溝內 彷彿電影情節 而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闖入校園 10號就要被尋堂老師發現 怎麼有人翻牆 立刻將他驅離校園 隔天又來被小朋友發現 他人躲在水溝裡 下課時間 那小朋友在玩耍的時候 突然發現好像 水溝蓋那邊有點怪怪的 所以他看到好像有 有東西有人 所以馬上通報老師 那老師趕快過來查看 之後確認之後 趕快由行政這邊聯繫 警消人員 也請廠商 再加裝一些 那個不同角度的一個 件事情 校方表示第一時間 進行校園通報 校園進出也加強管制 而這名男子 始終不說自己 為何躲進水溝 加上身上有傷 評估後 將他強制送醫 校方除了對同學 加強校園安全宣導 也買了豬腳面線 讓發現的同學能壓壓驚 在訓練過程中 這次掌握 下面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